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谢明昌 很快的来到了周休假期 这两天的天气 跟今天是差不多的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另外就是华南运区 持续的冬雨 天气是不稳定的 要请大家注意的地方 当然第一个就是温度的下降 天气的转凉 接下来就是海边上风热增大 另外还有就是下雨的金黄 特别是在北部 东北部 基隆北海岸 也有豪大雨发生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天气的一些变化 从图上可以看到 目前在华南这一片的云溪 就是我们讲的华南云雨区 它过去整个云淡 有略微往南移动的这种情况 所以持续不断的影响台湾地区 所以台湾的水气是比较多的 再加上东北风又增强了 所以在云风边的北部 东半部地区的云量多了 另外中部以北地区 云量也比较多的情况 所以在今天降雨的情形来看的话 就是在苗栗以北 以及在宜蘭跟花莲地区 是雨量比较多的地方 其中又以基隆北海岸 跟阳明山区这个地方 雨量都有来到120毫米以上 目前雨量还在持续的累加当中 其中北部地区 宜蘭地区 其他地方的雨量 也有来到60毫米以上的雨量 所以请大家未来几天 这个地方都是比较容易下雨的 而且雨势会比较大 今天开始在随着云带南移 在中部的山区 以及在台东地区 也开始有一些下雨的情形 未来在假期这两天的下雨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东北风 还有华南疫区持续影响之下 假期这两天的话 下雨的区还是比较宽广 但其中还是以北台湾 基隆北岸这个地方 雨势会比较大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周休假期有前往山区的活动 民众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 整个天气形态要等到礼拜一之后 整个降雨就会比较明显的缓和下来 在温度的部分来看的话 要提醒大家 这次影响还是以北台湾为主 北部地区的温度预测 高温只有21度 另外就是低温晒19度 所以温差一整天都不大 是湿湿两两的天气 特别在低温的部分 市区是19度 不过沿海空旺地区 温度可能会下降到17度左右 所以早出管归民众 一定要特别添加一点外套 在礼拜一开始 白天东北风减重 气温就要逐渐回升了 这次南部的部分来讲的话 影响没有来得那么大 高温还是维持在30度左右 所以南北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所以未来要提醒大家 周期假期这两天的话 北台湾是有好大雨发生的机会 另外就是一整天一整天 北台湾 东台湾 都是比较湿湿凉凉的天气 南北的温差大 所以南往北来的民众的话 要特别注意温差比较大的情况 下个礼拜一之后 白天温度 随着东北风的减弱 气温会逐渐的回升 降雨会逐渐趋缓 以上是最新的气象 主要的话 Zhlo's 镇orablewn若 镇制装